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昨天又有客机出问题 过太航空一架波音777客机 由法国巴黎机场去香港 起飞无奈 怀疑机件故障 中途截反逼降 幸好事件没有任何机组人员 和乘客受伤 真是不幸之中的大行 航空公司说 在事故期间 已经为乘客提供航班的最新通知 以及适当的协助 就事件对乘客带来不便自协 航空安全重要 机场保安也不可以忽视 机场管理局昨天宣布 7月2日起 会分阶段引入三项智能保安检查系统 加快安检速度 当中包括电脑断层X光机 系统会用3D影像素描行李 安检人员可以360度 分析行李里的结构 将来旅客就不用再事先 拿出液体和电子物品等等 整个流程预计可以缩短5至10秒 另外过往旅客 客们能够通过金属探测拱门 都会由机场保安 用探测器人手再检查 但日后就会改由全新的人体 全新掃描器自动检查 而至于行李托盘 也都由人手回收 改为自动回收 旅客一旦漏了 也都会有警报提醒他们 下个月机场会在南北离境大堂 一共4条安检通道 试行新系统再分阶段安装50条新安检通道 和32部人体全新掃描器 预计两年之内完成 新系统启用之后可以加快安检速度 而香港国际机场将会成为全球首个 全面采用智能安检系统的机场 每位乘客的安检时间 大约是4分半钟 机场智能安检下个月实施 而政府规管网约车的研究 也都会在下个月出结果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在传媒访问的时候说 有信心在今届政府剩下的任期中 解决的士和网约车的争议 他说当局下个月会集中做两件事 分别是改善现行法例 让政府可以有效打击非法在客取囚 和会交代网约车平台研究 包括网约车平台发牌的话 会有什么相关责任 对于市民来说 搭车多个选择当然是好些了 最好两边都可以做到生意 大家赢得赢得赢 之前就有机构对网约车和的士 做了个调查 究竟内容是怎样 的士业界有什么意见呢 讲时间的时候就最想搭专车的了 点对点, 话这么快就到 可以搭的士或网约车都可以 怎样选择才适合自己的呢 我就会选择价钱和服务态度 平时搭的士比较多 还是会上网叫车比较多呢 会叫车的 上网叫 上网叫车快点吧 因为有提早预订的时间 快脆点 有时候会便宜点 因为如果搭得多 他会有些折扣给我 最近的士司机有一个礼貌活动 觉得可不可以改善到他们的形象呢 形象 应该暂时有点难 可能还有些拒载那些情况 有些士司机很有礼貌 不是说全部都是一样的 网约车合法化你怎样看呢 当然不要 网约车合法化 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 全好奇都被他做了 网约私家车虽然目前未合法落地 不过他的出现就冲击本港的士业 有机构早前做了一个 有关网约车和的士的调查报告 访问1030位市民 结果显示 有超过70%的受访者 觉得网约车可以比大众 有更多的交通选择 认为网约车和的士共存 可以提升的士的服务质素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的调查内容和结果呢 我们在5月16日至21日 在网上做了问卷调查 有8成2是觉得网约车的士是可以共存的 也有7成3的人认为 很希望网约车是可以合法化 受访者对于网约车有什么看法呢 网约车服务和的士的定义 其实它们是属于个人化的 点对点公共交通服务来的 市民的角度不是要什么服务 不是要什么车队去规管 他们的服务 而是他们很希望尽快提供一个服务 给他们去到目的地这么简单 但问题是以现在的士服务来说 未能配合到他们的需要 所以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是非常之高的 网约车有需要规范和发牌制度呢 不是反对发牌制度的 有个规管是好的 但问题是你规管究竟在哪方面规管 现在我看到是规管的数量比较多 因为过往有最大的网约车平台 都有万多个活跃的司机 甚至是活跃的车 如果假设你将来发牌制度后 即是7月就知道结果了 政府规管了他们发牌制度后 我很希望以需求去做主动 的士服务受到关注 为了提升业界服务质素 运输署引入规管的士营运的 的士车队制度 警方和的士业议会 亦分别在4月和6月 推出的士大市计划 和的士礼貌活动 改善的士行业的形象 坤哥怎么看最近有关网约车 和的士共存的一个调查报告呢 只要它是守法合规的话 和对我们的士的角色 和我们的权益有保障底下 增加到我们的欢迎 甚至我觉得网约 带到的士在很多情况 是减少了拒载 甚至是选客 因为它已经在Apps里面配对了 整天跟司机都可以放心 我觉得慢慢这个技术 或者这些科技 是改善报告我们是贊成的 的士大市计划就实行了一段时间 一个成效是怎样的呢 和未来还会否举办相似的活动 未来我们每年都会做的 好像我们刚刚这个6月5号 我们开始了做个启动礼 那个成效是不错的 这次我们推广了 除了以前做的大站 比如说是金钟 甚至乎山仔蓝车站 广东道之外呢 今年我们扩展到什么呢 关口了 就是我们将好客之道 亦都响应到现在旅法局的口号 就是我们走多一步 好客人知道的 那我们将我们的的士国 利贸大使的讯息 是给到市民大众 甚至为前置司机 就说我们以利待人 那乘客有什么问题 可以和司机提出 司机有福方面 都多与乘客的讲解 我觉得这方面 将整个的士服务 能够做得好一些 的士车队筹备的阶段是怎样的 你们是怎样参与当中 还有什么建议呢 的士我们本身 行业都很热烈去竞投这个车队 有十五间公司去竞投这五个牌照 四个市区就一个新隔 这些车队里面其实一般都有什么呢 它要培训司机 监察、支援、服务 里面都有不同的投诉 或者评分机制 司机做得不好 可能就要下架了 整天投诉我们要处理 另外就是海里面有涉录、监察 这个方面也都令到我们 就是乘压和司机之间 减少增压、减少磨擦 我们想改革 还有想改变我们 就是营运那个模式 能够多些做到生意 很简单 因为里面有几个最重点 就是那个豪华车 我们可以做到很多包车服务 第二个过境、旅游 各方面和国内的旅客 可不可以涵接呢 第三就是那个无障碍 因为可能人口老化的时候 那些所谓人发一族的时候 可能叫车多了 如果多了一些生意 我们会不会说 对我们的士的生意一定有比赛 公道地说一句 不是每个的士司机都没礼貌 有很多都很好人的 服务业最重要是服务态度 如果想有多些人光顺 不妨为人着想 那就少点纷争, 多点开心吧 潮流轻復古 80年代很流行的滚轴流冰 即是踩滚车 近年又再兴起 不少地区都开了新的车场 到底这一项运动是怎么玩的呢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呢 一起听下滚轴流冰学校 总教练蔡家齐和我们讲解一下 欢迎蔡教练 大家好 首先想问一下 其实滚轴流冰这一项运动是怎么诞生的呢 还有它什么时候传入来香港的呢 滚轴流冰这个运动 约莫是在欧洲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玩意的了 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传入来香港 当时以一个是娱乐的形式去玩的 去到80年代的时候就正式成为一些竞技的项目 而香港也有派对参与海外的赛事的了 那究竟这项运动的玩法是怎么的 有没有什么规矩或者是场地限制的呢 现在现代的滚轴运动已经超过10个竞技项目了 在不同的竞技项目就有不同的场地的要求 其中我们自由式轮抹的速度过程 现在影片看到的那位选手就是亚运的其中一位 我们香港的代表 他只跑完一个12米就已经过了20个雪糕桶了 然后现在这个是一个都是香港队的小朋友 他现在的这个项目叫做花式妖装 他会跟着音乐去做的 但现在这个只是他的练习片段 所以大家听不到声音 而且他也没有做到一个表演的服饰 他也非常年轻 他只是11岁的小朋友 他现在就已经是香港队的代表 我有一点想知道 刚才你说很跑速度的比赛 其实说的是要几秒内 或者大概是几秒左右 要过到20个竞技 一般四秒多就要完成的了 如果踢一个雪糕桶 就会加0.2秒的 所以大家刚才看到 如果踢一个就已经输了 那很高难度 但就这样看都觉得很难去学到 但是当然要训练了 经过训练之后 其实这个运动 可以怎样训练到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 训练到些什么呢 滚足楼兵是一个全新的运动 最主要可以训练到他们的平衡 力量和柔软度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防止你在意外的时候 受到严重的伤害 提升你的安全和反应 比如好像很多大人 除了小朋友之后 就没跌过的 玩了滚足楼兵 他就可以令自己反应提升多一点 日常的生活都安全一点 那目前什么年龄的人 玩滚足楼兵比较多呢 还有适合什么人去玩呢 我们的学生 药膜都是由四岁到六十岁都有的 但是他们一般都是经常说的 只要你的脚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 基本上都可以参与这个运动 所以都是老少咸儿的运动 我以前都玩过滚足楼兵 但是我那时候接触的鞋 就是双排的套 但是其实现在看到也有不同的款式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滚足楼兵鞋有什么款式 还有他们之间有什么分别 大家会见到最基本 可能经常见到就是 双排的滚足楼兵鞋 和一些单排的滚足楼兵鞋 双排的滚足楼兵鞋 可能都会应用在娱乐的方面会多一点 它的经济运动项目会比较少 现在主流的经济运动项目 都以一个单排鞋去做的 单排鞋相对也会安全一点 和它的速度也会快一点 操控也会比较容易一点 大家幻想一样东西 对鞋 如果那些滚足楼兵鞋底下 跌得最伤一定是向后跌下去 所以现在单排的滚足楼兵鞋 的滚足楼兵鞋 退出了鞋头和鞋尾 前后反的机会就会少一点 那我们应该怎么选一对 适合自己的滚足楼兵鞋呢 滚足楼兵鞋最重要就是一个 坚固并且有承托力的效果 比如大家可以幻想一个 一个非常健碩的男士 如果他踩着一对 不是足够承托力的鞋的话 就好像踩着一块豆腐 那他永远都站不稳 所以选一对滚足楼兵鞋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对鞋的承托力 是 其实是不是有得看 磅数适合什么人 大家只要幻想一样东西 如果一个大人 踩着一对小朋友结构的滚足楼兵鞋 其实他是没办法踩着鞋 明白明白 那最后呢 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有兴趣想接触这项运动 伸手也好 甚至乎以前玩过很前后 想重新接触的话 对于这些朋友 有没有什么意见给他们呢 滚足楼兵这个项目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安全 首先第一件事 带齐你的保护装备 头盔 护膝 护肘和护手掌 第二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开始你滚足楼兵的这个运动 什么叫安全的地方 就是广阔而平坦的地方 最后就是真的找一位教练去帮你 比如他除了可以教识你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你的安全意识 令你避开危险 所以其实就不要说 立暖在街上 在家里玩 是吗 最好去一些广阔而平坦的地方 比如一开始在斜坡上面玩 其实还会相当危险 明白 安全最重要 才可以享受到这个运动的乐趣 以及达到那个锻炼的效果 说真的 要去到竞技的比赛 其实真的要很多的训练 很感谢蔡教练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么多 做运动我们要量力而为 以及都要很坚持 追梦同样都是的 艺人苏智威她的女女 为了追逐她的甜点梦 不惜放弃她的大学学位 去到日本学艺深槽 究竟这位24孝爸爸 他如何去成就她女女的甜点梦 一起看看她的甜点 以及她们两父女之间感人的故事 人们常说吃甜品有第二个位 我就说有第二个心才对 因为它令人有开心有满足感 更加令人有动力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而今集这两父女 她们还因为甜品 而更加了解对方 今次我们来到一间甜品课室 这里的老师Yumi 就是我们其中一位主角 不要看她年纪轻轻 其实她已经在日本深躁多年 更加聚心将烘培技巧分享给大家 就等Yumi今天教我们 如何做她的拿手绝活 味增雪球曲奇 味增也会加上曲奇? 没错 又咸又甜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有咸又甜 首先打一打软牛油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 所以很容易就很软化 然后就可以加糖霜 拌均匀 就可以加味增 Yumi知道你之前在日本学艺 学了多少年? 我学了三年半 但是我有一年半时间读日文 所以你是特地为了学做甜品 而读了日文 这个味增曲奇 是否因为你去了日本学艺 然后有这个想法 要做关于日本的饼干? 也是 会想一些和日本相关的食材 告诉大家 原来味增 或者任何的咸的材料 都可以放进去甜品 都会有一个火花 中三 因为当时要选择 其实当时已经 我心里都在想 如果能读传言就好了 之后和家人去聊天的时候 大家都得出一个结论 原来读甜品 之后读甜品学校 都是一个出路 从那一刻开始 大家耽误好这件事 慢慢开始把这件事实行 在整个学饼的过程 都是学到很多日本人的那种精神 那种精准 真的很值得学习 登登 味增雪球曲奇 终于出炉了 上面就好像有一层雪粉 就好像一个雪糕 那样 那现在我就试试 究竟它的味道是怎样 嗯 哇好有趣 那个感觉 是很松化 包围了整个口腔里面 都感觉到这种曲奇的味道 那吃一吃一吃 你会感觉到 那些味噌的味道 开始出来了 咸咸的有甜甜的感觉 所以吃它 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满足感 一块曲奇饼 吃得出Yumi对甜品的热成 要放弃大学学位 作为Yumi的爸爸 素智威素老板对于女女 想走甜品师的路 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支持 都要她自己走出来 试试一下 什么环境才行 十几岁的时候 每个暑假 就买些甜品书回来 家里每天都在做甜品 我就很欣赏她那个 那个毅力 和那个决心 外间看Yumi 你想走什么路就走什么路 你可以很人性 你想怎样选 很多人都是这样看的 所以有些人觉得她不读大学 就是你们中她 不给她 但其实她要学甜品 不是说她学就学 我希望你是真真正正的 如果你真的学到的话 你一定要在厨房做到 你真的捱到才行 在去日本之前 我叫她进了某一间酒店的甜品部 做了一年 要她在这一年里 你真的捱到 天天这样上班 天天在里面 站这么多的钟头 做到的 你就去吧 看完之后 她再这么坚持 就给她 就坚持到现在 还是甜品 都没有其他东西 我觉得她的坚持 不是我最欣赏 虽然我们不是经常说话 因为本身都是 比较静的人 但是见的时间都多 因为我一直以来 跟他们相处 都是一个朋友 她一直成长的时候 她有什么都跟我 跟妈妈不谈 我们也不是很夸张 做很多东西的 但是就是这些小微的 反而可能更珍贵 我自己心里 我都很胜 有他们做我爹地妈妈 我愿爱你 正所谓子女好愿坏 在乎溝通 她的心与关怀 虽然这句话是很老套 不过的确是很忠肯的事 而Yumi和苏老板的关系 就是建立在信任和尊重之上 在这段关系里 是见到比食甜品更加甜 说起演艺界巨星 我最喜欢就是柯德里夏萍 喜欢她又漂亮又有爱心 所以问你的偶像又是谁呢 我最喜欢就是Eason陳奕迅 因为她唱歌太好听了 每个人都有偶像梦 如果你是李小龙迷 那就要留意 紀念李小龙世世51年的 李小龙50年不变摄影展 由今天去到7月16日 在铜锣湾展出 展览不单只看到李小龙的 经典武打造型照 还有全球首次公开展出 李小龙遗作死亡游戏 从未曝光过的照片和菲林 让大家重新免怀 这一位一代武打巨星的传奇 展览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12点到晚上8点开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免费入场看 电影界出巨星 建筑界亦有名人 建筑大师贝月明的回顾展 后日有得看了 贝月明是二十同隔一世纪 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建筑师之一 今次M家博物馆举办的 贝月明首个全面回顾展 贝月明《人生如建筑》 便会介绍他102年的人生中 留下的过百件建筑物 如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莞 巴黎大罗佛宫和香港中银大厦等等 展期由6月29日到明年1月5日 展出超过400件展品 包括有绘图首稿、建筑模型、 上片、录像和其他档案记录 当中不少展品还是首次公开亮相 展览会分为六个主题 给大家近距离探索贝月明的生活和工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 M家博物馆的网站 了解收费详情 做电影巨星也好 国际建筑师也好 只要肯努力 行行都会出状元 做校长都可以作育英才春风化雨 如果小朋友发生为校长的话 不知道他们又打算做些什么 又会做一个怎样的校长呢 和香港和大家一起听听他怎么说 我喜欢这间学校 这间学校够大 有一帮很好的老师 老师也十分友善 他们的礼堂很大 还有我们可以在那里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他要关为同学 知道现在同学的需要 而且要开解同学的心情 要有耐性 要有耐性 去教导一些伤害的学生 很好的领导能力 和有乐观的心 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放弃 亦都要接纳别人的意见 将一些旧的设施 可能再调整一下 或者再装修 抽时间和同学出来吃饭 就可以让学生放下解心 从中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心事 或者他们的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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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